嘿 大家好 我是Sharon 移民多伦多地产经济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Sharon来到了多伦多Duntown的核心区域 给大家带来一个极其好的楼花投资项目 这个项目的名字叫做400 King Street West 它是由开发商Plasa Corp进行开发的 它的项目大楼口是在Septana and King Street West 为什么要特别推荐这个项目呢 首先来说这个项目首付只需要6万加币 交房钱的话只需要付到6万加币 而且它是2026年进行交付 开发商也有保证它是由Plasa Corp进行开发的 属于大开发商交付时间晚而且首付比率低 那现在跟着镜头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项目介绍 400 King West Condo是由开发商Plasa Corp投资开发的一个豪华住宅项目 它位于多伦多的Entertainment Street 进Septana and King Street West 步行前往CN Tower只需要10分钟的距离 这里楼下还有24小时的street car 离Oscu地铁站前往金融区各个办公大楼 也只需要10分钟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位置 有着100分的步行指数 开发商也是实力雄厚 创建于1982年有着近40年的开发经验 比如说One Yorkville就是这个公司负责开发的 这个项目一共47层 每户都配有Miller的高端电器 还送窗帘可以做免费的free assignment 收房的时候便可出租 开发费用也是封顶的 Ameditings配备齐全 有着健身房三拿房和露天泳池 还有娱乐室游戏室一银俱全 这个项目的地点真的是非常容易出租 而且未来的升职潜力很大 它离George Brown Ryison大学 多伦多主校区都不远 通勤也可以选择步行穿过pass 而前往多伦多市中心的各大办公楼 除了交通便利之外 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它的投资价值到底在哪里 不同于House的定价 Condo的价格和Ulan的大小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以投资目的进行分析 那么好的租售比和相对较低的持价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对比这周正在热熟的252 Church Street为例 34楼一共293尺 价格是在57.1万 折合单价就是1948每平方尺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大点的单位 37楼一加一 558尺的价格是89.9万加币 折合单价是1612尺 由此可见越小的Ulan它的单价会越高 这是因为一个好的Studio 会比一时一厅的租金差异 往往不足150加币一个月 我们再来看看400 King West的两个floor plan价格和样本 现在看到floor plan是23楼一个400尺的studio 它有单独的卧室和living room的空间 价格仅在1670左右一尺 又或者这个floor plan387尺 30楼的价格持价会在1691尺 所以说它的平均持价会比252 Church便宜不少 最重要的是现在开发商给到我们一个现实的独家优惠 首付比率交房钱只需要10% 而且加上这个项目处于C1区 自2015年到2021年的涨幅一直非常的稳定 平均涨幅是在每年10%左右 加上疫情以后独立屋涨幅迅猛 在越来越高的freehold房价趋势下 会有越来越多的首次职业者不得不转向condo市场 加上租金的回升 投资客又更有信心投资condo市场 值得一提是多伦多现在实行的租房保护法中 会限制每年可以涨幅租的比率 今年是1.2% 如果说去年的租金是2000加币 那么今年作为房东的您 最多可以涨幅租客每个月40加币 然而Rent Control对于2018年11月15号交付的公寓 没有限制 也就是说买一个新交付的楼 今年的租金是2000 明年的租金就可以说是任意的数字 只要租客可以接受 从合理的推算角度来说 2026年的400King Street West交付的时候 预计租金是2400到2500加币 租售比是在275 最后我们来算算投资回报率 保守预计在2022年到2026年交付的时候 每年的递增是6% 以66万买入的价格 预计到2026年的时候是83.3万 投资的回报率是243% 每年投资回报率是36.1% 而事实上这个区域在过去2015年到2021年的 平均投资回报率高达了10%左右 如果是您喜欢这个地点想要自助 这个项目呢 现在也有一些大约的可以选择 欢迎大家联系我 了解更多信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多论多 实时的楼花投资好项目 就请关注我的频道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